指揮中心6号的时候新增了335例的本土病例 其中还包含了8例的校正回归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校正回归的数字是有逐步的往下降 现在不到了个位数 指揮中心宣布呢 在明天的时候就不会再公布校正回归的数字 校正回归个案谨慎个位数 指揮中心认为不足影响疫情趋势 不另做公布 但确诊病例还是无法降下来 台湾6号新增335例本土病例和8例校正 有再多36例死亡 是单日记录第二高 疫情不到一个月 目前累积248死 致死率高于全球平均 病人的族群到底是哪一个样的族群发生感染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有没有这些潜伏慢性的疾病 疫情的高峰过后的大概十天到两个礼拜 这期间确实会是传统 大家都注意到的就是会死亡 会比较进到比较高峰的一个阶段 但不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致死率高 我们当然要努力的把它能够降下来 那大概从预防面来讲 所以我们要对高龄者先施打到我们的量 现在有比较多的时候 除了在最前线的打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让高龄者先来打 死亡数高归因于这波疫情年长者多 且慢性病患者不少 但6号新增确诊者中以20到39岁年轻人比例占比高 从确诊地图分布可见端倪 新北确诊数160例依旧占大宗 而苗栗则因电子厂群聚疫情扩大 人数攀到75例 突破台北的64例 南台湾疫情持稳 职位中心也呼吁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以视讯代替返乡 11跟14两天人数 我们都还是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在今年的端午节 大家都留在你原来所在的县市 牺牲一家团聚换取疫情稳定 别人好不容易见起色的县市 再遭病毒侵袭 TVB新闻 黄俊卫张照华 我宣统AC小组泰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